从大二的时候 大概九明过九明三年 那就到现在 所以大概前后有16年的时间 从运动比赛当中 去发现自己 可以去挑战一些不同的极限 以前比较少 现在就会 我比较喜欢走路 比较喜欢见走 陈秋晴人在花莲 江仲宏远在台中 相隔中央山脉的两个陌生人 现在有着血浓雨水的情缘 医生一抽血 马上就说是血癌 我就也是晴天霹雳 无欲情发病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来得措手不及 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之前可能 太浪费生命了 所以癌细胞才生气了 他才跑过来 跟我对抗一下这样子 离婚后生病 单亲带着孩子 陈秋晴曾以为人生到了尽头 我也是担心小孩子小 这么走 这么快走 怎么办 最想跟他们说 对不起 我怕 没有办法 陪在他们身边 幸运配对接受移植 优以性格悄悄改变 个性变得比较开朗 比较不自私 看得比较远 然后觉得很多事情就比较知足常乐 这样子 有一些卫教的部分他其实会说 其实捐完以后那个人会有某些部分会像我 自己个性还不算太差 所以觉得还好 应该不会害到他 个性乐天 爽朗直接 江仲侯目前在补习班任教 当年建党是受到身为慈祭人的妈妈影响 我非常的开心 我跟孩子说恭喜 你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福气 能够去救一个人 能够去救一个人 说我鼓励都赶快 他也不完对 他也很认同 觉得蛮特别的吧 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幸运 对 因为就自己知道那个几率其实很低 一了之外 真正后喜事报道 很快就有那个阴言 哎哟 被比了 所以我说在上面给的大礼物 结婚生子 人生更圆满 除了家人以外 好像变与另外一个人 有另外一种连结的感觉 跟你上辈子应该是兄弟情愿 还是姐妹情愿的 不然怎么可能 我姐姐都没有配对到的 然后你会配对到我这边来 缘分让彼此成为生命中的贵人 重新捡回来一条命的生命 都特别的珍惜 不管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都会很开心 开心的去面对 对啊